透过热点分享观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德朝媒我是Gary 中共党刊求实杂志昨天也就是15日发表文章 题为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章重申了总加速师去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强调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总需求不足要提振消费 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总加速师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但他的讲话却再次让我们看到一个治国无能整人有数 脱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 实际上中国的经济问题并非无解 真正无解的问题是中共的存在 只要中共还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天 中国的经济就彻底没戏 正好新加坡刚刚公布了财政预算案 这期节目咱们就做一个对比 看看新加坡是如何解决经济问题的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奔主题 上一节目有朋友让我聊聊新加坡的生活 前天呢 这新加坡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勋才 刚刚公布了预算案 其实啊 这新加坡也同样面临经济上的困境 同样是华人执政 同样被诟病为独裁 那咱们就客观的对比一下 看看中共跟新加坡政府的差距在哪里 我们先看中共是怎么说的 习近平总数据高度重视财政工作 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在财政改革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 都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为我们有利有效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提供根本指导指明方向路径 总加速时又又又又指明方向了 那我个人来新加坡这么多年呢 从来没听过谁是谁 今天高度重视 明天什么又指示 后天又指方向的 如果谁这么干呢 一定会被认为神经病 咱们看新加坡联合早报怎么说的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迅才 星期二2月14日发表 2023年政府财政预算案声明 以携手前进新时代为题 围绕家庭生活费退休保障 经济发展员工培训 以及税率调整六大板块 那我们再来看这段视频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是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出炉的 我理解国人对生活费上涨的担忧 因此这次的财政预算案 会提供更多研究 协助国人渡过难关 退休人士和低收入家庭 将获得最多的研究 朋友们发现了吗 没有指明方向 也没有高度重视 更没有指示批示 简单明了的几句话 非常清晰的说明 目前新加坡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新加坡人目前担忧的是生活费上涨 所以政府会提供更多的援助 那至于具体都援助些什么 咱们后面再说 我们对比一下总加速师怎么说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 目的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 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 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健全 党政机关过紧日子 制度机制 节省资金支持基层三保 补齐民生领域短板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 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总加速师什么都说了 也什么都没说 基本上就是假大空的套话废话 没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但是却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重点强调 政府过紧日子 这说明中共的资金已经枯竭 否则无论如何 不会让自己过苦日子的 我们再来看新加坡的财政部长是怎么说的 例如一对住在三房市主屋的退休年长夫妇 今年可以得到6500元的补助 例如一户住在五房市主屋家有两老并有两个孩子的中等收入家庭 这一家六口今年总共能够获得8400元的补助 这个例如很重要 没有套话废话 哪个阶层什么收入的家庭能获得多少钱 非常清晰透明的告诉所有国人 那大部分都是以现金的形式 直接发放到每个个人的银行账户 我个人也算了一下 今年我们这个家庭可以拿到的政府补贴 全家在一起大概是3460新币 那按照现在的汇率啊 大概是18000人民币左右 请问中共什么时候给老百姓发过钱 虽然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多方面原因 新加坡将消费税提高到8% 但在最近几年对中低收入家庭应该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 那实际上啊 最近几年新加坡政府一直在循序渐进的劫富济贫 降低收入差距 通过调高富裕人群的税率 给中低收入家庭进行现金补贴 逐步提高低薪员工的收入等等政策 进而降低贫富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 那最近看到新加坡一篇文章说 增加高收入人群的税率 对他们没有造成生活上的影响 那回头咱们再看看中共的税率 这张截图列举了实际的例子 假如崔永元的月收入1万 他要交14%的个人所得税 12%的公积金8%的养老保险 4%的医疗失业险 全部加在一起等于3800元 还剩6200元 如果这6200元全部消费 你消费的商品有17%的增值税 28%的各种杂税 加在一起是2800元 一个月赚1万的人 你相当于拿出6600元来养狗 而且你无权过问 什么都不公开 全是机密 新加坡的税就非常透明 过去消费税是6% 现在涨到了8% 就因为这两个百分点的涨幅 政府最近几年 每年都大幅给民众发钱 这还不算疫情期间发的这个钱 而这次的预算案 更是大幅提高补贴 怕年轻人买不起房 生不起孩子 就把住房补贴 从5万涨到了8万 生孩子更是换着花样的给钱 生的越多给的越多 具体咱们看这个表 具体有多大帮助呢 如果一对新婚小夫妻要买房 基本上首付的钱 政府给付了一大部分 如果已经在职场工作 紧年的夫妻 基本上不用拿现金 政府补贴加供给金 只要不买太大的房子 首付应该可以搞定 这就是新加坡人 居者有其屋的政策 具体这里就不说了 全世界都知道 新加坡的房子贵 那车就更不用说了 那新加坡的车牌 号称是全世界最贵的一块铁皮 我个人呢 作为一个外来的底层百姓 在新加坡没有任何关系 就靠着自己这些年的打拼 那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技能 才换来今天的理想的生活 那我个人没有那么多 不切实际的欲望 因为人生最苦的呀 就是求不得 凡事顺其自然就好了 即使如此 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如果在中共国的话 做梦都实现不了 警察会有五毛啊 粉红他们的留言 问我啊 你怎么不批评新加坡政府呢 那意思是新加坡政府也独裁专制呀 从2020年那场大选以后 我个人一直在反思过去的认知 到底什么样的制度 才是好制度 当然中共的极权体制超出了讨论范围 用极端权力这个极权评价 再恰当不过了 中共治理国家的方式就是走极端 经常是既要又要 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这反映出一个政权的贪得无厌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得呀 那解决经济问题也同样如此 这个后面我们再详细的讲 事实上啊 我个人跟中共没啥深仇大恨 也没有受中共的什么迫害 但是面对一个敢于摘活人器官贩卖的政权 无论如何是不能被接受的 这超出了生而为人的底线 所以我才说中共不在制度的讨论范围 应该是另外一个维度 那就是善恶 无论任何人以任何理由 只要他支持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 那么这个人就是邪恶的帮凶 在善与恶之间没有讨价还价 那回头我们从制度的角度来讲 新加坡为人诟病的是一党独大 但是这个党是老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新加坡人认同这个党继续治理新加坡 当新加坡人不认同的时候 可以选反对党 上次大选的时候 这反对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还历史性的在国会拥有了反对党领袖 那请问五毛粉红 中共国有反对党吗 你们谁见过选票长啥样呢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人士 也不会把民主作为信仰来崇拜 有朋友可能翻墙的时间不长 任何时候反对中共是没错的 但是千万别把民主当信仰 否则您会很受伤 比如我的好朋友公民老黑 在节目中就说他的遭遇 按说西班牙也是个民主国家 但是老黑多次在节目中说过他的遭遇 不是他不努力 而是政府收的税太重 那作为对比的话 我们也可以参考漂亮国 那拜登那个票怎么来的 就不具体说了 只要智商正常的人都清楚 按说这民主国家应该尊重民意 可是国会里面有几个议员 是真正为美国人民的呢 目测呀只有一少部分事 可是就这部分人 还被媒体各种抹黑诬陷 否则呀就不会有 各种天价的预算案通过了 英国法国也同样如此 民众的生活是苦不堪言 老百姓都上街了 可是媒体也很少报道 再说具体一点 拜登上台以来 我个人每个月 YouTube收入的四分之一 都要交给拜登政权 那具体是什么 税养为懒得查了 我依新加坡人 没享受过美国政府的 一分钱福利 但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要交给美国 这也是民主政府干出来的事呀 不是说民主制度不好 我想说的是啊 民主只是不那么坏的制度 千万别当成信仰 那再说中华民国台湾 亚洲民主的灯塔 华人民主的典范 老国人都知道 尤其是我说过那句话 台湾什么最好 台湾人最好 因为台湾人善良热情 到今天呢 我个人依然这么认为 但是台湾的一些政客呀 就不敢恭维了 这反映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没有一个有效的防止贪污腐败的部门 那防止腐败的意思是 不治已病治未病 那治理国家 这个跟治病有时候啊 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 一个国家出现严重腐败的问题 说明啊 这个国家已经病得很严重了 所以要在腐败的火苗 刚出现就将其扑灭 要建立起国民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 还需要一个有效的预防机制 让内心贪婪的人不敢腐败 害怕腐败 那新加坡最成功的就在这一点上 过去的节目中啊 我已经讲过了 这里不再重复 我个人相信台湾的民主制度会越来越完善 因为大多数台湾人是善良有智慧的 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解决 五毛粉红啊 这个时候可能要说了啊 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太小了 大中国960万平方公里 当然现在还有多少 就是国家机密 地大物博人多 不能相提并论 关于这个问题呢 之前的节目中也简单的说过 采取联邦政府各省资质不就解决了吗 既然统筹的结果是弊大于利 那为什么不分而置之呢 有舍才有得嘛 比如新加坡政府舍得给老百姓 给新加坡人发钱 民众手里有钱了才敢消费 大量的消费才能让经济运转起来 经济运转起来 国家才有活力 国家有活力 人民才有希望 当然这一切的假设对中共无效 因为中共政权已经走上了绝路 过去啊 他作恶太多 所以越来越极端 党必须要领导一切 现在整个中华大地处处干柴烈火 一个小火苗就能让中共化为灰烬 从白纸革命到这两天的白发革命 实际上是一波波的在革中共的命 基层官员也都是末日心态 能多捞一笔就试一笔 只要有机会随时准备弃船逃生 中共指望这些人长治久安是不现实的 从总加速师的讲话中我们发现 中共国经济问题已经病入高荒了 但是他只有假大空的官话套话 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能力 经济问题很可能成为压倒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 经济问题无解 中共就彻底没戏 好 感谢你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